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天安门城楼上 这个毛主席就通过我手 你说你是哪来的 你是哪里人啊 我说我是老家是富兰长沙的 现在在重庆大学读书 你们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就通过我手啊 很高大 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个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后来得解决四川问题啊 这个的时候 毛主席又接见我们 给你了鼓励 这个华国锋 邓小平上台以后 对文化大革命的干部和群众 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这个是历史的大冤案 包括我的案子 我们这一批人的案子 响应党 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 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 最后被大臣反革命 判刑 重刑 我是16年 很多人还有20年 还有18年 还有使缓 这个是历史的最大的冤案 这个必须得到这个正确的解决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有错误 也应该共产党的负责 不应该让这些人民群众 学生来承担这个责任 就是退一万步说 文化大革命错了 你共产党承担责任 你为什么理正确 人民群众错了呢 这个怎么能这样说呢 你是中共中央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这个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那这个责任给你承担 你党犯了错误 党承担啊 为什么把我们弄得判刑呢 这个是很不公正的 这明显的大冤案 现在我们这一批人 成了三部人员 是社会的最底层 无养老金 无住房 无医保 生病没有医院费 没有住房 没有养老金 没有饭吃 文革特困老人要吃饭 我们都是六十七十八十以上的老人 没有饭吃 这个要求很简单 共产党不是说要讲民生吗 你们改革的红利在哪里 怎么全是贪官拿去的 我们这一批受迫害的人 为什么连饭都没有吃啊 这个太不公平了 现在还说实现了小康 还提出非常可笑的问题 你幸福吗 我们这一批人谈得上幸福吗 连深层都不存在 这还幸福是吗